哎呀,我想什麼打你啊 你想找什麼打我啊?我這麼可愛 你知道我會播的吧? Hello,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想做一個小小的一萬訂閱特別企劃 就是情侶問答2選1 我已經準備好一些問題,每人10條 我肯定這位先生是沒準備過的 我打算馬上想會比較好 粗暗你也是說 粗暗你也是說 沒準備就沒準備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 先問禮物 什麼禮物? SIMBA 好,第一題 洋蔥味的雞翼還是雞翼味的洋蔥? 廢衣啊! 雞翼味的洋蔥 為什麼? 應該是洋蔥味的雞翼 那到底是誰才可以的? 不是,洋蔥味的雞翼 為什麼? 我本身都不抗拒洋蔥味 他說是不喜歡吃洋蔥而已 簡陰雜食 什麼? 要說簡陰雜食,說不夠你來的 好,第二題 是自己很悠閒地看漫畫一天 還是跟我一起過,但要洗兩次碗? 哈哈 跟你一起過,但要洗兩次碗 起碼有飯吃,要洗碗就是 好,第三題 很醒目的Chopper 還是很蠢的Chopper? 為什麼很蠢的Chopper? 不用選Chopper嗎? 因為很蠢 對,我把Chopper的照片放在那裡 Chopper小時候真的很蠢 現在也是 好,第四題 身材很好,但有大肚腩 還是很skinny,很fit,但平的? 很skinny 蛤? 很漂亮 但我明明現在是身材很好,大肚腩那個 好,上班很近,但薪工少 還是很軟,但高薪? 當然是很軟,但高薪 薪工高一點不是好一點嗎? 那你放假,去旅行那些 那你可以洗多一點 你也沒有陪我去 你也沒有陪我去 養貓還是養狗? 養狗呢? 我以為你要答養光了 那養光了一定 養光了,可以養肚子 瘡鼠 拍拖很久,但平淡 還是很短,但激情? 我當然是拍拖久一點 但是你不需要激情嗎? 激情也有的,開騰那個時候 我沒有的 你有多激情過? 都沒有,我個人本身都很平淡 很悶 我的心態是八歲 你寧願分唇膏的顏色,還是回答我今天有什麼不同? 當然是回答你今天有什麼不同 每個人都答不到的,但我形容顏色很漂亮 那我今天的嘴是什麼顏色? 今天的嘴是... 我不知道 一起住還是下班的意見? 一起住 但你不收拾東西的 你也不收拾東西 為什麼你什麼都不做 後面就可以不做 剛才幫你找一條獎筋 我們可以一起住,但剛才要有公養 如果你是一個長途巴士的中途 你寧願急屎還是急尿? 那當然是急屎 為什麼? 對 不是,我問一下而已 沒有正確答案 其實是急尿 我覺得我快要死了 天平座是這樣 好了,我今天十條問題就問完了 到你了 這條影片很無聊 我覺得跟其他人的意見也不一樣 對 那如果我們留在荒島 那你會找我還是初排的化妝品? 那我會找... 蛤? 我不會找你們了 我就不化妝也只有你和初排而已 但是那些要選擇 我會選擇用初排碗 因為你在野外應該生存到 但是初排碗不行 我們應該有幸福的生活 但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救救 那你選擇你想下班一開門回家 有100隻貓衝到你 還是100隻狗衝到你 100隻貓? 不是,100隻狗 100隻狗 什麼事? 什麼事? 因為我現在對貓敏感 如果100隻貓 我應該整個人好像氣球像 但你肯定100隻貓和1隻狗最好加起來了 是啊,肚子我也可以 那給你選擇 你會想 在一間 布滿蟑螂的房間 或者 布滿老鼠的房間 那一晚 是不是很噁心? 我會選... 我選了 我選了 我沒有活動了 很噁心 我會選... 其實老鼠挺有趣的 我還是會選布滿老鼠 真的不行啊 那什麼選擇 你會在... 跳一次降山 還是... 在大海中心那裡 浮住那一天 跳一次降山 哦 因為我在大海中心 這件事做不到 我會沉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如果有一個浮床的話 我一定不是選擇在大海中心 但如果你叫我自己... 去用自我的能力房的話 我是不行的 我是沉的 你明白嗎? 你應該學游泳的 我有學過的 我懂游泳的 我不會浮的 這是什麼邏輯呢? 如果養多隻動物 你想養貓還是養狗? 貓 因為初排喜歡貓 在家裡的貓叫小吉 如果在街上有任何一隻貓 然後我指著它 初排有小吉 它就會瘋了 這樣衝過去 但如果你說 有另一隻狗在那裡 它是會避開的 你選擇 你會想學日文 還是德文 我會想學德文 因為我已經懂得少少日文 但是德文 是我完全沒有接觸過它的範圍 所以我想試一下 你不覺得很帥 你不覺得日文 但我現在跟你去旅行 我真的在跟別人說日文 你有沒有覺得我很帥 那又沒有 那就是 你喜歡冬天還是夏天 夏天 我不喜歡穿衣 如果不是因為之前濕疹 其實我是不穿衣的 我是那些背心短褲 有多小部就有多小部的人 你會想一次過看哈利波特 就是這麼多套 還是看完Marvel 從頭看過一次呢 就是Marvel 是算全部的 那就是Harry Potter 因為它每一個細節 我已經背到了 但是Marvel中間呢 不是出出 我也是非常喜歡看 但Harry Potter 是我死中的一件事 我還沒看過Harry Potter 一部電影 或者一本書 是嗎? 咦? 都說你背了嗎? 看看這隻狗 不如選多一部電影 你會喜歡學什麼 書琴 這個是我畢生的夢想 你也不是容易選的 是嗎? 我剛剛想給你一些選擇 你為什麼要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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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扮你 木童笛同三角 不是 木童笛我認識 不用學 你每個人都認識 小學一定有學 我不知道現在你們會不會學 但我以前小時候一定要學木童笛 但我吹到首歌 你吹到什麼 小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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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罵了 你問得差 你問得差 咬他 你寧願你的男朋友身材 很大隻 筋肉的 還是有少少肚腩 我喜歡有肚腩 我都不喜歡大隻 跟筋肉有 你又想說自己是筋肉 不要相信他 大家 千萬不要相信他 他就是有肚腩的 我也沒說 那如果我們又留下肚腩 我們要留下肚腩 我們要留下多少肚腩 先生 有個土人 要求我陪他一晚 來換菠蘿 是不是 我不吃菠蘿 你不需要陪那個土人一晚 土人要求 找我來交換 一個菠蘿 或者一大堆西芹 你會選不選用我來交換哪些東西 但我們已經很肚餓了 這樣嗎 Chopper也很肚餓了 Chopper好像不能吃菠蘿 對 我是有犧牲的 本來如果沒有Chopper 我都會選菠蘿 因為菠蘿是有 不是選不犧牲的嗎 不行 二選而已 這個第三個Chop 如果他指著我的屁股 我會很開心 好 好 那我們這個無聊 問答二選的就來到這裡 大家可以想像到我們平時的對答 是有多無聊的 連Chopper也看不過眼 不要咬 不要咬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要上載兩條新片 對 記得追蹤我的IG 我最近都負責得很頻密 很努力的 好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